你们知道可以通过滑艇来更了解我国的大自然文化吗 现在就随我们一起去探索卡迪蒙苏吧 我们这一个行程分成四部分 那我们会带以批滑艇的方式 带公众和红树林有近距离的接触 同时让他们欣赏一些原始的面貌 在红树林里我们也会介绍一些红树林的物种 也会同时和公众分享我们史里达族人 以前早期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历史 在红树林里幸运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最大的飞蛾叫Atlas Moth 有时候也是可以看到猫猫虫或者它的茧 因为红树林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海鹰 刚才我们也有介绍的能常见的红树林物种叫Sonoration 它的果实我们以一个比较普通或者人们常用的名字 叫Mangrove Equal 这次行程的其中一部分也会介绍这个Albizier Tree 它是比起其他的树木较高 然后也是老鹰喜欢筑巢的树类之一 其实我们在河流里面我们没有清洁工人 那么有时候会有海洋垃圾 我们是鼓励公众或者参与者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捡一些垃圾 带回来这里保护环境尽一份旅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 当然很兴奋 因为我们可以和更多新加坡人分享我们自己的水域 因为通常也不是很多人知道我们可以以皮划亭的方式去探索 其实新加坡的红树林因为发展也越来越稀少 这样的面积是大概差不多是0.5%的本岛的面积 那么这些地方都是动物还有鸟类的重要的气息地 我们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以生态旅游的方式去探索 去发掘新加坡的水域 然后启发一些他们的那种好奇心 同时让他们深一层的了解 对这个重要区域加强他们的认识还有意识 希望他们可以更加珍惜还有保护我们这重要的绿地 感谢观看